现在是蝴蝶兰快速生长的一个季节 如果说大家养护的蝴蝶兰 还没有快速的长叶片的话 那么肯定是出现浆苗了 解决浆苗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给它喷湿HB101火力素 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快速的解决 蝴蝶兰浆苗的问题 那么今年你就别想它长一片叶给你看 所以说给它喷洒这种HB101 就可以快速解决 因为HB101火力素 它可以激活植物里面的一些生长细胞 让它快速的活跃 那么激活生长细胞之后 它就会快速的长根 吸收土壤充典的营养 那么才能达到解决浆苗 让它快速生长的问题 这种HB101火力素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如果是浆苗的话 按照1比1千的比例对水给它喷洒就可以了 如果是平时简单的给我们的花卉使用一下的话 按照1比3千的比例对水给它喷一喷叶片 也可以浇灌根部 这样的话同时可以激活根部里面的一些生长细胞 让它快速生长 那么这就是最快速解决蝴蝶兰 生长缓慢 就像浆苗的一些方法 直接给它喷一喷 HB101火力素 大概5天给它喷一次 就可以很快让它恢复生长 包括其它华卉也是可以使用的 好了我们下期见